今天又來到荒山野嶺 今天是否又來找找隱世的老師傅呢? 不是,我們又做回老本行 就是 K-Car Hello,師傅,好久不見 也不是很久,去年吧 一年,我們已經沒有見到 它上次是 2022 年的 11 月 是的,我聽得很清楚 好,我們就說說你身邊的一輛 這輛是甚麼車呢? 這輛是一輛 Suzuki K-Works 版本 KEI 就是它的名字 所以顧名思義是一輛 K-Car 660cc 的車 為何你會買一輛 K-Car 呢? 2020 年的時候買的 當時是駕駛的寶馬 i3 上班 住就住西貢,回到機場 i3 續航力就不夠了 所以我打算買一輛車帶一輛 便買了一輛 K-Car 駕駛 這輛 K-Car 可否透露一下你買回來時是多少錢 還有是不是已經是這樣的呢? 或是你有改過呢? 其實我買回來時它已經這樣的了 很帥氣的 很多東西都改好了 我買回來時約四萬元左右 所以這個價錢超級多改裝 那一刻我心動了 這樣上班好像挺有型的 所以買回來時上班 那你現在還有沒有買駕駛上班的呢? 沒有,因為我已經轉了行 所以沒有駕駛上班了 還有現在都駕駛其他電動車 更加省油 所以這輛車就變成一個收藏品之一 那是不是先說說我們的引擎呢? 這個引擎我很喜歡的 因為它是 660cc 三氣缸的機器 不要小看這個 660cc 的機器 因為它現在配搭了 HT04 的一隻Turbo 就是所謂的大Turbo 表面上叫做大Turbo 但也不太大 就是一個拳頭那麼大的Turbo 對於這個小機器來說已經超級大了 因為換了Turbo 的原因 我們就會不夠電油食 所以當然就改裝了駕駛 有駕駛的Turbo 自然就要有Pickeyback的電腦 去配合它的點火和空焰比 在這個配合底下 這輛車就變得相當好玩 還有加速力很棒 可不可以說一下Pickeyback 和空焰比在哪位呢? Pickeyback 的電腦 就一個叫做外掛式的ECU 因為原本的電腦 就不讓你去進行編程的程序 如果你換了Turbo 換了櫛咀的時候 它就不知道什麼時候 點多少火 灑多少油 所以就要有一個外掛的 Unman 的ECU 去改寫電腦的想法 它想到一些新的東西 就可以用到Turbo 發揮到它的潛能 這個就叫做Pickeyback的電腦 Turbo 就在前面這個位置 前面這個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 在死氣膠外面 扭著一隻Turbo 這個Turbo 暫時看不到的 我一會兒可以拿一隻舊的Turbo 給你們看 這個Turbo 其實就跟 Gimney 用的Turbo 是一樣的 如果Gimney 的Turbo 轉換下來 這個車的馬力就會大增 正常的CA Works 大家會知道頭蓋有一個洞 Intercooler 在上面 但是這輛車 其實將 Intercooler 變成 Front Mount 就在前面 大很多 原本是大約大了 然後這輛車就大了很多 為了告訴大家 我們 Front Mount Intercooler 我們就一定要把頭蓋改回NA 但是沒有了一個洞 這樣才夠帥氣 所以這輛車就差不多了 當然還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例如看到這個 Suzuki Sport 的 Intercooler 都已經絕版了 K-Car 專用的Blitz 放棄挖腦 有點像現在 你可以買到 Super Sound 的聲音 Turbo 很大聲 稍後可以和你們一起試一下 其中一個買它的原因 是因為它的音響很有趣 是插傘帶的 最近有個朋友問我 你這輛車真的是傘帶嗎 我說是呀 你不相信嗎 他說還有人這樣買傘帶嗎 我說是呀 那時候我也不認識 去鴨寮街買傘帶 原來是炒價的 然後我也呆了呆 但是想不想又是 你想想梅艷芳的正版 Cassette 帶是否值得炒 是否值得炒 所以我們一會兒可以聽一下 梅艷芳的Cassette 帶 到底是甚麼感覺 剛剛提及 Turbo 的問題 我們可以再看得仔細一點 這兩款就是舊的 黃色這款 就是我們原本買回來的大 Turbo 然後這款我是買錯了 其實你會看到 所謂的大 Turbo 都不是很大的 我們試試拿一個 iPhone X 拿一個 G R3 出來 就看看 其實所謂的大 Turbo 都不是很大的 這個其實已經提升了很多馬力 這款 Turbo 為甚麼會買錯呢 當時我就以為這款 Turbo 爛了 就吐很多白煙 漏油 我打算買一款 Jimny 的 Turbo 打算對 誰知原來這個 Flange 是不同的 這款有七塊水 我就輸了七百元 然後就拆這個出來 就兌換一個 Arm 的 Flange 原來一隻 Arm 的 Flange 的 Arm 的 Turbo 是要七千元 現在這輛車就換了一個新的 Turbo 又上一貨了 但值得一提的是 原來玩 K-Car 只需要這麼小的 Turbo 已經可以換到很多快樂回來 大家都可以考慮一下進入 K-Car 的行列 這輛車了 好 我也很久沒駕駛過 只是駕駛電車很悶 對於 K-Car 來說 其實這輛車很好玩 好像駕駛卡丁一樣 記住嗎? 對 我們已經在駕駛71 R 輪胎了 記住嗎? 真的有卡車的感覺 很開心的一輛車 有聲音 又不是真的很快 還有這輛車很負擔 還有這輛車五前速的棍波波箱 現在要買一輛棍波的 JDM 其實都不是很多選擇 沒錯 還有我們要看這輛車長期駕駛的維護成本 沒錯 還有玩得好和玩得到也是兩個價錢 我們可能用一個很低成本 玩 K-Car 已經玩得很好的 這個大家喜歡玩 K-Car 認真是 K-Car 粉絲 對 K-Car 延費都很便宜 你現在改了這麼多東西 現在改了這麼多東西 以今年的油價來說 因為我不會不踩這輛車 我從來都不會順著駕駛的 當我有時踩一下 有時上班 你當一元左右 OK 都好 那你現在有油價 你說一元左右 對 我剛剛買回來的時候 是包子 Turbo 鍵 駕駛車很有味道 我都駕駛車 還有這些頭輪車 扭下去的時候 即是駕駛的Sleep Angle 都感覺得很好 舊車來說 這顆就是Turbo 鍵 Turbo 鍵 多冷氣 又是Turbo 鍵 代表 這個軚盤 就是淘寶的垃圾 我都想說一下 因為這輛車放室外 放一個淘寶的東西 就不要浪費 這輛車有很多人說椅子 為甚麼 因為這個網球拍的Ricardo 原來很多人都覺得很有趣 很棒 有一個特色 對 很多人就買這個椅子 以為可以安裝到這輛車上 噢 就不可以 是不可以的 甚至有人問我 可不可以賣椅子給他 我不是賣給你 你都坐不到 是不可以的 原裝Works 版本 有個網球拍的Ricardo 你現在坐下去 我覺得都舒服 挺好 現在你要找回這類型的車 基本上真的好玩 很難的 你上次試過Lylas 那輛Ricardo 其實都很有感覺 因為它改得很好 它改得很美 很精緻 而且它的避震改得很好 它的避震改得很豐富 很貼美 它的避震很好 對 它不是調了很久 對 所以駕駛下去 真的好像原理平地 這樣飛出去 有黏住的地方 很厲害 但它的玩法就不同 它的車架和這個車架 今天就是90 後介紹 Cassette 帶 這件事很不合理 我們現在把Cassette 按出來 我還是玩這輛車才發現 會被人笑 原來Cassette 帶分兩面 對 這不是你的年代 我明白 原來一面有五首歌 另一面對面有五首歌 對 如果我們這樣插進去 就有其中一個面 你的年代表是MD還是CD 我第一次接觸是MD 但很短時間 我記得是很短時間 MD 接著是MP3 可以用回憶 對我來說 還有 這個音響 加上Cassette 帶出來 有一點沙沙的聲音 我會覺得是 不能重複製 對 不能重複製 至於是ANALOG 以前的世界 試東西 我再多兩秒 我用車 聽不懂 這輛車 它有1 2 3 4 5 6 7 8 8 有後級有水塘 還有Cassette 帶 給你看我買了甚麼Cassette 很多 中芯名菜 這款是正版的 中芯名菜 中芯名菜 對 多少錢 正版 我忘記了百多元 還是多少錢 正版 對 我是哥哥的粉絲 我買了一些哥哥 但不知為何也買不到正版 然後還有很多 譚詠麟 譚詠麟 你也聽 對 這個沒有開過紅日 我懷疑是假的 真還是假的 這是大陸版 我不知道 它有一個雷射 當年雷射不簡單 如果大家知道 這個是不是正版 不妨在留言區留言 很禮金 但有寫著 真的不知道 我弟弟 那時就在香港 他坐這輛車 要聽到Spotify 那怎樣呢 原來這個Cassette 帶 插進去 就可以外出一個3.5 對 是可以的 對 那它便可以聽到Spotify 對 所以有這樣的組合 在我的角度 我仍然覺得 Covie仔 以不改的情況下 是很好玩的 現在Cabellus說完之後 又會有甚麼感覺 會不會追到Covie仔 我們先試一試 嘩 可以的 哈哈哈哈 每次當我不出聲的時候 就代表這輛車是好玩的 那還未出來了 對 那還未出來了 因為每次玩KCar 或者玩真正能車 我都會有一套 我會想說的就是 你怎樣可以操控這輛車 即是現在 經常都說操控操控 現在的車大家都知道 很操控 我們有時候玩一些 好玩的車 便可以有那種操控的味道 便可以告訴大家 原來也有一種 怎樣操控的 很多人都會用這些車 跟Gino 比較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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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改的情況下 Gino 一定是比較厲害 對 一定是比較厲害 但我始終都是喜歡Covie仔的感覺 因為Covie仔跟它有少許不同 Covie仔的長器 轉數是更長 更有銀性更好 但這輛車駕駛上來 正確是剛才所說的 是很窩心的 那種感覺是 你需要花一段時間跟它溝通 你才可以計算到 K-Car 給予到那種感覺 或者我喜歡Covie仔的原因 你這輛車也會給予到那種感覺 在很多日本地方 是有K-Car 系列賽 在鍛鍊技術層面來說 其實是不輸蝕的 對 對 對 例如玩頭輪車 有很多技術可以處理 其實這輛車上都可以試到